那要靠什么来一决胜负呢? 要靠品质来一决胜负 真能保证这么好的产品始终如一 以超值的价格出售吗? 聪明的人很难做 愚蠢的人 聪明的人当中 有跟我说这样一句话 真能保证这么好的产品始终如一 以超值的价格出售吗? 能保证董事长会不变心吗? 一直问我这些问题 很聪明吧? 我就回答说 因为人很容易从善良变成不善良的 可以很容易改变 但是这不是因为我善良而以低价提供好的产品 而是因为我聪明才以低价提供好产品 为什么呢? 虽然以低价提供好产品 利润会少 但销售额会增加 虽然单品的利润少 但终究 我挣得更多 所以 不是因为我善良而以低价提供好产品 而是因为我聪明而以低价提供好产品 我积累的经验较多 我做过经营者 也做过中心主任 在这个行业 我是算 能做好事业模式的人 有了维持条件 销售额 也会随着增加 是不是? 我比任何人了解的更清楚 但问题是 每个月拿不到十万韩元的服务费 每个月要买十万韩元的产品 确实带来了负担 因此爱多美没有月费条件 因为没有其维持条件 所以 可以在折扣卖场 和百货商场的价格竞争中 获胜 我得预测那个 让赚钱再多的人 也只能用 我们的产品 有责任条款的话 人们不得不买产品 但我们消除了责任条款 那我们靠什么来决胜负呢? 我们只能靠品质来决胜负 改变自己处于的情况时 很难改变现在 绝对不能改变过去 但改变现在 也很难做到 但是有一种方法 大家可以去未来世界 梦想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然后 把那个梦想带到当下 然后 要看看有没有通往梦想的梯子 方向 是不是准确 没有梯子 不能成功 爱多美所说的梯子是什么呢? 产品好不好? 是不是便宜? 是不是我们一直用的产品? 就是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生活必需品 踏上这个成功的梯子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